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4.8版最新情报 迷路奇朗朗喜提新皮肤、新地图等爆料 元神5.0那塔画质大升级 设备提高 角色发型也将优化 凌华阿贝多有救了 各位大佬好呀 自从前不久空的角色建模优化之后 不少玩家就一直关心后续 还不会优化一些其他角色 毕竟空优化之后 确实整体看起来舒服多了 例如能不能救救我们阿贝多老师的头发 凌华的钢盔头 能不能简单优化下等等 答案是很有可能的 星铁那边 我已经能感觉到 开服角色的建模精度不如现在的角色了 根据内鬼最新消息 元神会在5.0那塔版本 对画质进行一个全方面升级 毕竟是一款经历了四年之久的游戏 画质提升也是必然的 提高贴图精细度 不就提高场景细节 再提升看有没有加额外特效和优化建模了 如果真要对角色发型优化的话 第一批角色都会有哪些呢 有大佬就给出了很好的建议 有大佬对凌华 夜兰 申鹤以及阿贝多的发型分别进行了优化 个人还是非常满意的 特别是阿贝多 终于从阿贝少变成阿贝多了 灵华还是那句话 他本身并不是齐刘海的问题 齐刘海也可以很好看 灵华最大的问题是 刘海没有灵动感 像是一个整体和头盔一样 看着像贴在脑门上的 现实中也有很多人发型是这个问题 建议要么优化 要么给灵华一台吹风机 夜兰或申鹤 这个真的比原版好看多了 也比较接近于丽慧 此外 色化还真可以考虑考虑 为角色增加一些发型 最典型的就是星燕 星燕之所以成为边缘人 并非他的强度和皮肤 而是发型 身为各重度严控 星燕算是为数不多的 即使长得不符合我XB 却能让我喜欢起来的人 高情商与坚守底线令我非常喜欢 尤其是之前官方放出了星燕的散发后 真的 星燕一拆头发 瞬间我决定打套他的专属胜遗物 我家主C用的都是刷完一堆再挑剑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削减大头娃娃的观感 原神的人物发型都紧贴着头 没有丽慧的那种蓬松飘逸的感觉 因为丽慧的比例头都画小了一点 不过也有玩家觉得 拆东墙补西墙 没比原来好看到哪里去 就拿争议最多的叶兰和灵华来说 本质是因为模型精度不够才难看的 占里有各种做得精细的M&D可以拿来对比 发型没变 就是模型精度上去了就好看了 那么对此 人神4.8情报 妮露 奇良良喜提新皮肤 新地图截图 首先给大家展示将在4.8版本时装的两款新皮肤 本次主题为公主风格 妮露模型图如图 以及奇良良模型图等 以及新地图俯瞰效果图和拉近后的截图等等 然后为调香式的抽卡例会图 以及角色名片 专属实物 专武图 专武所需材料和角色突破和天赋升级材料等 原神 艾梅里埃的V0技能情报 艾梅里埃 五星草系长枪角色 定位为脱手挂草燃烧C 技能如下 普攻没什么特别 就是四段普攻 就不细说 战技 创造柔灯之霞 造成范围草伤 霞子会对周围敌人发射纯露芳析 造成草伤 当周围存在燃烧反应时 霞子会产生并收集香蕴 每两份香蕴 即可使霞子升级 升级后会多发射一枚纯露芳析 并提升造成伤害 霞子最多同时存在一个 最高二级 原激力为芒性 大招 召唤三级霞子 并摧毁已有霞子 霞子会持续释放香蕴攻击范围内敌人 造成草伤 大招期间内 每0.3秒降下一枚香蕴 每个目标每0.7秒只能被选中一次 大招结束后会创造一级霞子 天赋一 每收集两枚香蕴 会对敌人造成500%的草伤 该伤害视为战绩伤害 天赋二 爱眉利哀创造霞子时 队伍角色对燃烧伤害抗性 提升85% 天赋三 爱眉利哀对燃烧的敌人 造成伤害提升36% 队员计划的敌人伤害 降低90% 命做一 战绩和天赋一的伤害提升10% 当敌人触发燃烧反应 或者燃烧时 受到草元素伤害 额外生存一枚香蕴 每2.9秒可触发一次 命做二 匣子收集香蕴时 爱眉利哀攻击力提升10% 持续10秒 最多两层 命做三和五 不多说 命做四 大招持续时间增加2秒 被大招选为目标的冷却 降低0.3秒 命做六 释放战绩或者大招时 获得相继留住 持续5秒 期间或者草附魔 伤害提升等于爱眉利哀 250%攻击力 普攻和重击都可以产生香蕴等 该状态在产生四枚香蕴 或者持续时间结束后解除 每12秒最多触发一次 最后的专武效果 608攻击力白直 暴击率33.1% 特效 攻击力提升15% 对燃烧的敌人 或者触发燃烧的敌人 造成草伤时 伤害提高18% 持续8秒 最高两层 层数叠满或者持续时间结束时 恢复12点能量 每12秒可恢复一次能量 上述效果在后台也能触发